深呼吸一下 然后再探讨民主进入了盖下去 蔡英文盖下去 如果听到 他可能要在想要在政党票的部分 去投给其他的政党 那你要跟他说 啊这个会浪费掉 陈总彦日前在出席 蔡英文桃园竞选总部举办的模拟投票活动时 为民进党公开拉票 声称政党票投给小党 如果没有达到5%的门槛 反而是浪费 一时激起千层浪 立刻引发岛内多个党派反弹 他所展现出来权力的傲慢 真的是让社会没有办法沟通 投里面的这个价值的票呢 是绝对不可能会浪费 没有浪费这回事情 莫非不投票给民进党就不是台湾人吗 所以我觉得内政部次党这个发言 完全显现出来一连串 都是充满的骄傲 完全觉得台湾人 一定要投给民进党的感觉 我想这一次 2300万台湾人就用选票来证明 据台湾媒体报道 陈总彦过去曾担任台南市民政局长 是赖清德的子弟兵 而赖清德前不久也曾放话说 别票投小党来瓜分民进党选票 此番出面为子弟兵缓夹 却适得其反 他有说明了嘛 而且已经道歉了嘛 因为你要知道那个地方 其实你如果了解我们台湾市 每一个行政区或是每一个单位 他们的属性的时候你就会知道 16号当天 新党部分区民代候选人 邱毅 陈立玲 王炳忠 到台北地检署 地状控告陈宗燕 假借倡导民众模拟投票之名 公然要求大家投票给民进党和蔡英文 已然违反行政中立原则 涉嫌意图使人不当选之罪 这样的一个官员 跟过去自称东厂的张天青 有什么差别 陈宗燕本人则在脸书回应称 自己是在非公务时间出席辅选活动 但身为政务官身份 说法不慎 不过此番轻描淡写的回应 不但令蓝营不满 连申利也看不下去 我们绝对不能无本 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怎么来 我们是怎么走过来 真的发言还要更加的谨言顺行 陈次长已经出来说明跟厘清了 会特别注意各项的发言 蔡当局切割陈宗燕 就怕这把火烧到自己 绿营美其名曰 教导投票方式 实则让民众票投自己 选民眼睛血量自有公平 绿营美其名的发言 使用了一点 请提供